我们是老子的信徒 我们从无变有很容易 从有变无很难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出的事情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 多半都说有啦 不很多 那不要很多 多少吗 五百 那借我三百吧 你全完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 汹汹出来 没差发现 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权利问我这种事情 是问的人错 不是这个人骗人 我们常常把这个到果物阴了 就拍死自己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 早上出来太匆忙 一毛钱没有带 保护自己 他要跟你借钱 他应该先说 我妈妈要我买东西回去 可是我出来说忘记带钱 我总共只需要三百块 各位方便借给我 我明天就给你 大家真相借给你 先后这个大学里面说 之所先后嘛 你都没搞清楚嘛 你怎么可以这样问 那一问谁敢说 听说你要去香港没有 一定说没有啦 说有就惨了 听说你要去香港 是 什么时候 后天 来来来来 我妈妈要买五样东西 你帮我买 买回来钱再给你 这个东西拿来钱没有了 我们都是痛苦当中 才学习到说先说没有 因为没有要变有很快 听听觉得我可以借你 我刚才摸这里 这里没有摸到 来来 借给你 口袋好几个就是 有一个地方没有摸到 孔子讲太极是阴阳 老子讲有跟无 我们是以无为分母 以有作分子 西方人倒过来 西方人只承认有 他不太重视无 这西方人很大的问题 没啦没啦 大行都有 你有没有意见没有 然后听到大家说 这样意见都不怎么好 才说我突然间想到 我突然间想到 突然想 想这么高明 厉害 其实我已经讲三天三夜了 这个不叫阴险 这个叫保护自己 尊重别人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把那个动机搞清楚 否则的话 自欺欺人 而最后吃亏的 永远是自己 记住我这句话 我一直到70岁以后 我才相信说 所有宜兰杂症 不要向现代人去找 向老祖宗找 非常安全可靠 向现代人去找 后遗症一大堆 因为他没有经过 时间的考验 老祖宗和流到现在的东西 都是经过时间 很漫长的考验 谢谢大家